好 剛剛表現得很不錯嘛 林瑞先生 真讓我刮目相看 別死別死嘛 方妮女士 方妮 叔叔 萊姆來了 我們 我们正在很辛苦地看海 我给她带了结婚礼物 这么多年不在她身边 不知道她喜欢 你不是很了解她吗 你觉得她喜欢什么呀 我当然知道了 她最喜欢我啦 讨厌 凌蕊 凌蕊 很抱歉打扰你们二人时间 能不能 给我们俩一点时间 完全没问题 亲爱的 我先回去了 早就回来了 你去吧 等我 等你哦 她就这么年我 你猜是什么 包 酒 打开上看 这个是 达拉木马 她在很久以前 是瑞典木工匠 为了寄托家人 做的手工艺术 谢谢叔叔 我这么突然结婚 你没有怪我爸 方宁啊 你一向是很有主意的 只要你确定 我这么做事对 我就不担心 我确定 行 那我就拭目以待 看看这个人 能不能给你带来信 对了 方宁 封销的立案 虽然通过了 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工作要走 你压力这么大 你放心 我会在你背后 默默守住路鸣的 谢谢 谢谢你能回来 现在 Mm 还行 还睡得着 放心 睡不着啊 往后我陪你喝酒 好啊 说真的 你是不是还给我准备了别的礼物 这个 没事吧 你干嘛呀 你头发湿了 不是你这样我头发都乱了 本来就乱了 而且湿了 别动 现在好了 顺点多了 亲爱的 海边风大 容易着凉 着凉会感冒 感冒会引起各种并发症 各种并发症呢 怪老子烧坏的 那个方妮 我现在上去了 叔叔你也湿了 擦一擦吧 不用 凉快 晚上喝酒啊 叔 好嘞 你干嘛呀 不是都擦好了吗 不对呀 灵蓝 你今天有点奇怪呀 是你有问题吗 我有什么问题 刚才你和那个西文 聊什么呢 方雨她不只是个吉祥物 杨阿姨也没有欣风作浪 你爸她心里 也更是什么都没装 但是这个路易遥 她的确是这个家里面 最聪明的人 也是最容易 拾后往的危险人 那 这个家里最聪明的人 是我 而且西文刚刚也说了 她也希望我可以幸福 按照合约 一年之后就离婚的婚约 恐怕谁都不会认为 是一种幸福 如果她真的接受 你所选择的一切 刚才就不会在餐桌上 那么适当 她的确是最了解我的人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时刻绷着这根弦 我们都会很累的 那怎么办 只能在屋子里面 待到晚上 名正言顺的 胡二人世界 不认为 拒绝一切打扰了 凌蕾 有些话呢 不能说太多 说多了 我会当真的 你别想太多了 我是地铺 不? 大声